MING PAO TORONTO 哈囉, 我是妍莖 那今天在我身旁的這一位呢 就是雅燕姐 哈囉, 你好 我們今天就要來學做這個廣西的種子 那其實我自己本身 很剛好我也是廣西人 所以我自己很期待 今天要來學做這個廣西的種子 那在這之前我們也要先知道一下 诶 广西的东西需要用到哪一些材料呢 猪肉咯 梅豆咯 米咯 鲁鸡 冬菇 咸蛋 那个印度虫 就比较小型 对对 要一粒一粒就得了 谢谢谢谢 我们普通是那个四角形的 对 每个都是四角形 什么人都是四角形 只是广西种比较特别一点 不然形状不一样 对 这层屏了 待会我们就会展示给大家看了 对 站住啊 这个不来拿 来 先点进锅子 这个 很差了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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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前呢都是 他们广西人呢 就是煮肉罢了 煮肉跟那个豆罢了 两样 然后他们煲了 煮熟了 然后就切开来 他们切开来拿去整一下 整了就带他去做公车 比较难 比较的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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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按住的份量 我们等了四个小时 终于煮好了 我们等了四个小时 终于煮好了 煮好了 也要等它放入 放凉了 要放凉了才可以切来吃 不过 汁很难打开来 它会粘 来源姐就有讲到说 其实包这个广西的粽子 它的重点就是 你要包到它这边是要鼓鼓的 对对对 要鼓起来 这样子这个整个弧度就很好看 就看到好像一个枕头是吗 要鼓上来比较好看一点 不要扁扁这样遮着 就会没有这样好看 就是要包到它有鼓起来 这样子看起来很饱满的感觉 对 那今天的这个广西粽子的教学 就来到这边 不过呢 我们其实还有教其他 不同类型的粽子的教学 所以呢 这一个就请大家 一定要留守百格啦 那我们下回再见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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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